香港作为一个城市是不可以不变的 改变、转变是必须、而且是必要的 香港经过了这么多年 由战前到战后 是我们无停地变成的 其实在转变之间 保育那里可以带来什么呢? 保育是为了什么呢? 保育当然不是为保育而保育 而是刚才说了 是要控制、管理、调控转变的步伐 而令到它不会过度发展 保育其实是可以令到发展多元化的 因为我们香港现在的问题 发展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单一性的发展才是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发展基本上是一招 就是大清策、大投资、大重建 令到楼价所有的武艺都升 但是升得多久? 以往我们太过度注重、硬件 就是说建筑物、什么风格 当它保留了之后 当它是一件股东来看 香港不是一个考古遗迹 它亦不是一个博物馆 即是说不是一样东西保育 又一定要原汁原味、一生不放 建筑物的价值是由人给它 没有了人、没有了人气 其实那个是一个死物 那个是不会有价值的 它自身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说一个社区经过这么多年 它订立了、成立了那些社区文化 这些才是最重要 而那个建筑物、社区的建筑物 只是一个工具 来另外传承 去表达这些社区的软件性的文化